本台駐北京記者採訪維權律師謝燕益 出席北京律師協會聽證會時 遭到警察粗暴阻撓 攝影師被禁在地上受傷流血 再被鎖上手扣押上警車 及後被要求簽賄過書 承認有過激行為先准離開 本台對於記者及攝影師合法採訪 遭到無理及粗暴的阻撓表示極度憤怒 李國鶴報導 本台攝影師徐駿銘被多名警員押在地上 強行鎖上手扣 本台記者及攝影師當時正採訪內地維權律師謝燕益 準備出席在北京東城區北京律師協會舉行的聽證會 警察上前阻止採訪 並收起本台攝影師的駐京證 警察就流血了 警察就流血了 攝影師額頭受傷流血 被強行壓上警車 警察其後將攝影師帶走 而準備出席聽證會的維權律師謝燕益也被警察拘捕 本台攝影師其後被帶到和平里派出所扣留 他阻押受傷流血 即是獲得一塊膠布子血 他的雙手及膠蓋也擦傷 港澳辦和香港特區政府加入事件後 本台攝影師在派出所被扣留兩個多小時後 被帶到附近醫院檢查傷勢 其間多名公安陪同 本台記者仍然不能接觸攝影師 攝影師及後被要求簽署悔過書 承認作出過激行為 妨礙公安執行公務 於簽署後才獲准離開 NOW TV記者李國豪報導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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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